大家好 官方的第五份调查报告呀 终于出来了 当然 这个内容呀 基本上不出我的所料 这个调查报告的全文呢 我已经发到我们那个社区里头了 如果你想看全文呢 你到社区里头呢 就能看到 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不讨论它那个通报了 因为那个啊 完全没有可信度 这次官方能出这种通报啊 我的脑海里呢 就出现了 完蛋了这三个字 从统治阶级来说啊 通过这次 他们的公信力啊 就彻底完蛋了 可以说他再说什么 老百姓都不会相信了 另外从这个底层老百姓来说啊 如果说老百姓相信了这份公报 那么也是完蛋了 就是这个老百姓啊 已经是愚昧的没法救药了 你就是天生当酒菜的命 假如说真是这个状况 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 对不对 上面说的全都是那谎言 底下的人呢 全都相信这个谎言 那么这样的一个地方还有什么希望呢 确实啊 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呢 在我脑袋里就有这样一个想法吧 因为现在这个通告出来以后呢 还是有很多人在点赞 并且说呢 这个政府这个通告呀 来得很及时 而且呢 讲的是有理有据 我不知道这些人是真心说的呢 还是那些政府水晶说的 但是这一类的评论呢 也不少 那么我对这个通告的感觉是啥呢 就是这个统治阶级啊 在不断的探测老百姓的底线 前四份通告呢 是挑战了老百姓的智商 那么第五份通告呢 是挑战了老百姓的眼力 就是在你面前眼力一出指炉为马 看你老百姓有什么反应 假如说老百姓认可了这个行为 那么可以说啊 中共在中国呀 还是可以折腾一段时间的 因为底下的民众呢 已经被他驯服成这样了 所以他的为所欲为啊 还是可以搞一阵子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头几份通告呢 他讲的那个东西呢 是老百姓看不见的 比方说不存在的拐卖 这个BNA比对 然后这个小花瓶是他们家捡来的 等等吧 那些东西呢 都是官方的一面之词 老百姓也没有亲眼看见 他说的那些东西呢 是挑战你的智商的 你要通过智商去判断 他说的那个话是对的还是错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啊 前面那几份通报呀 是挑战你的智商 你要检验他呢 你必须拿一个证据出来检验他 比方说他说那个小花瓶 就是这个杨母侠 那你必须拿出一张小花瓶的照片 来跟杨母侠的这个照片来比较一座 你才会得出结论嘛 所以我们可以说啊 前面那几份呀 是对你的智商的挑战 那么这一次呢 人家就更进一步了 挑战的就不是你的智商了 直接是你的眼力 就是你眼睛看到的这个东西 我说他是他就是 我说他不是他就不是 就可以说把那个指路维码呀 搞了一个网络版的 在全国呢来测试这个东西 现在把这个小花瓶的照片 跟这个杨母侠的照片放了一块 那你看他是不是一个人 但是调查报告说 他俩就是一个人 那你说他挑战的是啥 就是挑战你的眼力嘛 就是你看到的东西 未必是你看到的东西 必须是那个政府 说他是什么的东西 他才是什么东西 就相当于你看到一头鹿 你不能说他是鹿 你要看赵高说他是啥 赵高说他是马 你也只能说他是马 现在也是一样的 这个小花瓶跟这个杨母侠 放在一块的 你说他俩不是一个人 对不起 不算数 你的眼睛你不能做出 现在政府说了 他俩就是一个人 你说挑战的是啥 就是你的眼力嘛 你要不服气 你把你的眼珠子抠出来嘛 你看到的东西 政府不认可 就是让你怀疑你的大脑 怀疑你的眼睛 甚至是怀疑你的人生呀 你是不是生活在这个宇宙里面 是不是已经突破了这个物理极限 你都是没法想象的事情 他就是出现了 我们别的都不说 去看看这段政府通报 针对董母明杨母侠结婚证照片上的女子 与杨母侠不是同一人的问题 公安机关调查发现 杨母侠竟照 细从抖音视频中截取 经修图后流传到网上 与实际容貌有差异 同时受年龄增长造成的皮肤老化 毛发退化 脂肪组织液化 以及牙齿缺失等因素影响 杨母侠容貌也发生了变化 2月22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人相鉴定 杨母侠与董母明结婚证照片 与杨母侠在云南第一次结婚照片 网传视频截图杨母侠照片 杨母侠身份证照片 杨母侠近照反映出的人相特征相同 认定为同一人 你看这个话讲的傲不傲口 你就不要讲那么多理由了 你就说他俩是一个人 我呀这个照片呀这么多天 看了无数遍 那你说他妈能是一个人吗 假如说这个小花梅能变成杨母侠啊 那除非实行换脸 就是这个董母明啊 能拿出一大笔钱 把这个小花梅啊 整形成这个杨母侠 只有这一种可能性 这个五官差距太大了 真是我说的那个 已经不是挑战你智商了 就是挑战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看到的 未必是真的 因为中共不承认你看到的东西吗 所以你说这个事情到了这一步 荒唐不荒唐 这个中共呀就是要挑战这个 全世界人们的智商 给你的眼力 你服不服 不服你出来试一试 所以我想从这个通告发了以后啊 谁再提出这个质疑 那么肯定会有相应的机关呀 去找到你的 他就要把这个事情强制压下去 实际上面这个调查主来呀 你指望除了青山大老爷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就是来圆这个厂 咋样把这个东西圆过去 然后呢 找上一批背锅侠吧 现在来看 这个封县县级以下的官员 肯定有一批呢 是会受到处理的 处理的原因呢 也不是因为你们这个地方 有这个拐卖妇女事件 而是因为你们太无能 面对这么小一个公共事件 都把它处理不好 而且这个事件的最初起因呢 还是你们自己想把它宣传成一个正面形象 所以上面的人不满意的呀 是底下的人呀 在这方面太无能 不是说当地由于这个拐卖妇女的情况严重 他们在当地没有作为 不是那个 是因为他们没有维护好党国的形象 所以要处分他们 我看到这个报告以后啊 我真是没话可说了 这么荒唐的事情 竟然能发生在21世纪 当然这个事情搞到这一步呢 也许呢 这就是党内斗争的一种显现吧 这是一盘大棋 未必没有道理 因为他这个通报出来完了以后啊 新华社立刻就发了一篇稿子 他的题目是 封献生育八海女事件13问 副标题是 新华社记者访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负责人 但是你说他这个稿子是不是辅定那个调查报告呢 也不是 但是他很高明 他把这个调查报告呢 把他全都变成了疑问句 把他分成了13个疑问 我挑几个给大家读一读啊 第一问呢 八海女杨母侠的真实身份究竟是谁 是不是失踪的李颖 这是第一问 然后底下的解释呢 就是那个调查报告里头节选的那一段 然后第二问呢 江苏省公安机关在云南省 福贡县亚古村是如何调查取证的 然后底下的情况呢 跟那个是一样的 然后第三问呢 同父异母如何鉴定真实的亲子关系 杨母侠母亲遗留衣物 提取鉴定物有效性如何 底下还是跟以前那样的 就是他把这个肯定式呀 变成了一个疑问式 大家想一想 这个是不是别有用心呢 就跟我们学逻辑的时候 老师教我们的 能用肯定的时候 就不要用否定之否定 那样的容易引起歧义 但是这个新华社的稿件呢 它是把一个肯定式 给你全部变成了疑问式 然后疑问一答 你老百姓在读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底下这个答呀 就是有疑问 所以这个新华社这个行为呀 非常怪异 大家琢磨琢磨 是不是这样的 实际他这个报告里头啊 还有一个地方啊 也是漏洞百出呀 就是他讲了那么多啊 他没有说那个结婚证是假的 那么从这点来说 我们能推断 那个结婚证就是真的 而且上面的信息呢 就是真的 那么你不符定 那个结婚证的真实件 那么有想法的人 就以这个为出发点 一推倒过去 你说的那些话 全都是假的 所以他这样一个 漏洞百出的调查报告呀 既然是出自一个 审级调查组 而且主要目的呢 就是挑战你的眼力 智商都不用挑战了 你信也都信 不信也都信 现在你眼睛看到的都不算数了 所以中共如果这次得逞了啊 那么这个国家呀 在这一代人身上啊 那真是完蛋 最后呢 我再预告一下 今天有一期会员节目 在这期节目里头呢 我们将讨论一下 欧洲的这个契约文化 还有一些人呢 不知道如何加入这个会员 那么你看完后面这个短片 你就知道了 大家好 江泰公的会员频道开通了 并且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在这里呢 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但是开通以后呢 很多人问 如何加入这个会员 那么今天呢 我专门录一期视频 来讲解一下会员如何加入 会员加入呢 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电脑端 一个是手机端 电脑端加入呢 比较简单 你就点那个有栏框的 加入两个字 你将会进入会员界面 你在这呢 将会开到四个不同级别的 会员选项 你选择一个适合你的级别 然后点击加入 就进入了付款界面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会员的加入 手机端的加入呢 也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 是在这个头像的旁边 有个已订阅三个字 已订阅旁边呢 有两个蓝色的加入字样 然后你点蓝色的加入 你就进入了会员界面 如果没有加入两个字 也不要紧 你就直接点他的这个头像 就是我带红框的这一块 然后你就进到了江泰公的主页 你在这里直接点这个 我拿红框框起来的部分 或者你点击顶部那个简介两个字 也可以 这样的话 你会进到这个界面 你将会看到这个会员加入四个字 就是我红框框起来的部分 然后你再点击进入 有的手机直接进入这个会员界面 你点击加入两个字 你就可以订阅 有的手机将进入这个界面 就是让你选择一下浏览器 我是苹果手机 我就选择这个苹果浏览器 如果你是安卓手机 你可能选择这个谷歌浏览器 就可以了 然后就进入到这个会员界面 你点这个加入两个字 你就进入了这个订阅界面 这个里面有四个选项 那么一般的观众呢 你就选择这个五块九毛九 这个就可以 假如您不差钱 又想特别支持张太公 那么您可以选择其他的选项 那么关于如何订阅会员呢 我就这样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电脑端跟手机端都可以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谢谢